Hi 現在又是星期四 現在多人多了早上 香港晚刻11點半 我今天仍然是做這個如是我聞 但今天我又不是講語言 又不是講其他神神秘秘啊 古怪怪的那些事了 今天我抽了這個時間出來 講講我職了幾十年講的提防考戲 就是講個星期一 大家要留意了 提防考戲是一本書的名字 差不多是三十幾年前我準備的資料來的 當時這些資料我是準備來考先生的 是的 考先生 所以就叫提防考戲 真是考戲的 真是很多老師 老師粟語都被考戲 那我選的題材呢 多數都是關於日常生活 我們常見的 比如說一些誠語 那些誠語啊 一些誠語啊 有些誠語啊 口編啊 或者有以前一些結構 等等 但是懂得說就不會解釋的 真的不會解釋的 所以就考起 如果是深的考起就不厲害 很多人都不認識 但是現在是很淺的 淺到怎樣呢 淺到考起了 你自己都認為真是很淺 但是呢 你因為沒有去查 所以就真是考起了 那 這本書呢 最初是 提防考起呢 就是 天地出的 後來是文化堂呢 犯人 賣在 書展那一年 是相當之 很容易 虛陷 很多人買回來呢 就 看 那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最早期的時候沒有什麼人買 現在呢就居然 這麼多人看呢 那麼 後來問一問買的朋友 那麼他呢就說 啊最初的時候呢 我 那小孩子問我一些問題 我不懂得回答 不懂得回答呢 於是乎呢 就問他 那些 那些 三四年班的 朋友仔呢就說 我就買了這本提防考起 哦 這樣啊 於是呢 那個老爸呢就要買 那接著呢 那老師呢 又要買 那就變成呢 年輕人又買 大人又買 個人都買 於是買行了這本書 買了之後呢 我就出了第二本 提防考起之二 那叫做提防再考起 之後呢 之後呢 我現在呢寫了第三本 叫做提防考起之三 那一會兒呢 我約了將其中呢 一兩則呢 講講給大家聽 是不是真的考得起了 那第一本呢 考起的書呢 考起老師 考起很多老師淑儀的 題目呢 就是 東 西 兩個字 蛤 很簡單呢 東西是一個方向 但是呢 我們經常說 有什麼東西啊 尤其現在呢 香港 習慣了講東西 於是乎呢 就不講話了 就近時呢 就說我買什麼 買東西 現在就不買東西 那東西 那東西 為什麼不叫我買南北呢 就要買東西呢 東西是怎麼來的呢 那原來宋朝時候呢 有位大學士 大文學家 這位文學家呢 又是哲學家 他呢叫朱希 那朱希呢 就有一次 遇上了他的朋友 聖溫如先生 剛剛呢 聖溫如呢 就去街 那朱希問他 你去哪裡來啊 那 那聖溫如說 我去買東西啊 這個呢 就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 東西這兩個字 那朱希呢 那朱希呢 就笑笑口說 為什麼不買南北啊 要買東西啊 聖溫如呢 解釋給他聽 那你大學士居然不知道啊 那中國的五行學說裡面呢 東呢 就屬木 木呢 就金木水火土的木 西方呢 就屬金 金呢 金呢 不一定是黃金啊 這個金呢 可能是金屬的金 那這兩樣東西呢 木 和金呢 我呢 那個籃呢 我買東西的籃都是裝得下的 在英文來講呢 就是說呢 Tangible 可以 打在手的 可以呢 實物的 但是 南北這兩樣東西呢 在五行裡面呢 所屬的 屬性呢 就不同了 南呢 就屬火 北呢 就屬水 那火和水呢 兩樣東西都是一個 西方的一個 元素 四大元素 西方 中國金木水火土 那這兩個元素呢 是 裝不下的 裝得下水呢 你要找個盛氣 啊 水本身呢 沒有盛氣呢 根本是中 火更加 你還要有個火盆 如果不然你都不能夠 裝得到它 那所以呢 現在我說 阿成君說 我現在買的東西 就是買東西 暗語呢 可以裝了下去 我這個籃頭 Tangible的 觸摸到的 所以呢 我就 不用這個 什麼東西 只是說 不用一個名詞 用了 東西這兩個 金木水火土的屬性呢 來到去 開闊了 我 會買的東西 所以說 買東西 就不買南北了 那之後呢 由這個宋朝開始 距離現在 一百年左右呢 就我們叫了 那些東西做為 東西 就不是叫它做 南北 因為什麼東西了 那這個呢 就是當時 這本書裡面呢 提防考器呢 裡面第一個 多人講 的 名詞 開始解給人聽 其實呢 這個名詞 其實很簡單 不過呢 香港的呢 教育呢 就不教這些東西 於是乎呢 就沒有了這種這樣的 冷知識 就是這樣解了 好了 另外呢 這本書呢 就 講到呢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 對呢 就是一剃 一剃 一剃 那現在你回學呢 很多時候呢 那個學校 那個老師 改卷呢 你那條數字做得對呢 就是叫一剃 做錯了呢 就打個靠叉 那這個 一剃 是 什麼 原由呢 怎麼來歷的呢 這個呢 這個為什麼有這個符號呢 那原來呢 這個一剃這個符號呢 原於在 英國的 英國呢 那個 英國老師呢 修補的時候呢 認為學生的作業正確呢 就應該呢 寫上 做對了 做對了這個字呢 英文呢 就叫做right right不是一定右手 right 做對 對 right 於是乎呢 就是做對的意思 日久之後呢 這個簡筆呢 就是一個right字呢 就不寫了 那些老師都很懶的 不是整個字都串了 R.I.G.H.T 那麽長 它於是乎呢 它就簡單寫了 簡單寫呢 就變成簡體字 英文也有簡體的 這個簡體 這個簡體 這個簡體是什麽呢 寫個 write 那個字 那個 英文 拼 拼法那個 R 做先 就寫個R 在這裏 那這個R呢 大家看一下這個R 這個字呢 有兩種寫法 一種呢 就是跳圈 一種呢 就是 跳下來的 那這個字 那這個字 寫著寫著 老草 草了 就變了呢 是好像今天的 一tick的tick 那個寫法一樣 那正是正正下呢 這個R呢 就 忘記了這個R 是right的簡寫 就變成一tick 簡化了就成為 right 這個意思了 那於是乎呢 就叫right 就變成一tick 就說你對 那這個呢 就是 一tick的來源 有英文 有中文的 這個 提防考戲 不只是考中文 英文也有 那第三個我想 介紹給大家呢 也是在第一冊的 提防考戲裡面說 他呢 有一個字呢 我們經常都說 經常講的了 結為金蘭姊妹 金蘭是什麼呢 是不是一定要女人 才結義得金蘭呢 那我告訴你 不是 原來是 以我傳我 專門是找些錯處呢 我就跟大家講 不要 不要以為 講得對 就是 傳統就對 就對 不是的 這個呢 原出於逆激 原文說 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 同心之言 其臭如難 但是這個臭呢 並不是說它 好難頂啊 是 很多味 聽完之後 看完之後 唉 很臭 其實蘭花有些是香的 因為 因為 後來呢 就撤合了金蘭這兩者 其臭 其臭如難 那臭呢 就是它的味道 它的臭味 臭味 臭角 使得你呢 感覺到鄉人 那這個字呢 這個字呢 奇味 如蘭花那麼香呢 這個字呢 就是 用來代表 兩個人 同心 兩個人的契合 代表 兩個人的感情 是相當之濃厚 那麼 那麼 當年呢 在三角演義都有了 男性呢 就 因為大家 脆味相投 而且呢 致向相投 同志啊 現在同志不是這樣 那時候的同志 就是同一個致向 那麼 於是乎呢 就結拜為兄弟 那麼 這個最出名的呢 三角演義裡面 的劉備 關羽 張飛呢 就 在桃園 這個桃園呢 是桃花的 的花園喔 和那個桃園明那個桃園呢 那個圓呢 是圓流的圓呢 不同啊 那在桃園呢 三竭二 都是張飛給了死 因為 這個寶石 另外一個呢 都不是很有錢 流浪漢 其實 那麼 當然呢 在結義之後呢 大家清輕道弟 不望同年同月同日生 就只望同年同月同日史啊 啊 那麼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結義的意思了 大家都不是同那個姓 但是 異姓呢 都可以 稱兄道弟 結義為 結義兄弟 那麼呢 那麼 男性的結義呢 都可以稱為 金蘭 不一定是女性 因為呢 金蘭 代表呢 那兩個人 或者那批人 的 同心 所引發出來的香氣 好似香氣 蘭花 那樣的 清雅 內文 那但是呢 用了後來 用了一耐呢 那麼 金蘭呢 就變成了 女性 大家結義啊 大家稱兄 姓姓姓 姓姓呢 的一個 稱呼了 那麼 於是呢 就 忘記了 原來金蘭 最早期呢 是男性 都可用 那麼 結義 金蘭 就是 這樣來 這個呢 有些少少呢 典故 那麼 及後呢 第四個呢 我都想講講呢 還是一個 比較深一點的典故 這個典故呢 就叫做 基 求 那這兩個字呢 都是從 那個基字 從這個 竹花頭 做個旗 這個求呢 就從 以至尾 以至下低 就上高呢 就是求 兩個都是迎音字 迎音字 最好為基求呢 也有些朋友呢 他的 老爸呢 和他改名呢 都是用這兩個字的 他有個原因的 最早期呢 這兩個字 出於禮記 哇 這本禮記呢 厲害 當年呢 是中國 一本呢 很重要的 古書 記載 當年的 周禮 那麼現在呢 未必 人人 會 進行 但是呢 仍然 視之為一個 很重要的 文化 寶藏的東西 你的原文說呢 梁野之子 必 學 為求啊 梁公之子 必學為基 所以叫基求 梁野是什麼 這個野呢 是 不要讀字 不是統治的字 它是兩點水而已 那麼這個野呢 野金之為之野 野金什麼呢 你這次是做Smith 英文為之 金屬工 那可能是一種工匠來的 糧工是什麼呢 當年呢 就沒有槍炮的 人打仗呢 就要成 戰車 那一會兒呢 我馬上講一講 為一個回合呢 跟戰車有關的 那其中一個呢 在左邊的人呢 就玩了一個長弓 一把 很有力的 大的弓 弓 弓箭的弓 那麽呢 就負責射擊的 遠程射擊 那 梁公 就是做這個工的人呢 他們的子弟呢 一定呢 多聞見識 知道很多行業知識了 故事呢一定能夠呢 就是 繼承 父業 最緊要就是這四個字 繼承 父業 所謂呢 機球連用 就是說呢 繼承父業 的一個呢 含蓄 而文雅的講法 黑兆機球呢 黑兆機球呢 黑兆就是嚴肅 尊敬 謹慎地繼承了 父親 下來的業務 就叫做黑兆 機球呢 就是一個 現在叫做 一個代表 他的職業呢 繼承了 父親 或者家族 的事業 或者工藝 就叫做 黑兆機球 所以呢 很多呢 的朋友呢 他有 機球這兩個字呢 做他的那個 名 或者他都不清楚呢 原來呢 機球呢 最早呢 是 這樣解的 為什麼 古時的工匠 會傳他的手藝 給他的子弟呢 他的子弟呢 因為呢 當年呢 社會上的小工業呢 是 不是這麼多 他學師呢 就 除了在農村耕種之外呢 在工業社會呢 工商業社會呢 是 不是這麼多出路的 那當年呢 所以師父呢 那些所謂技術師父呢 他們都不會 認真 傳授他的 技術 給了徒弟 是 怕著 教式徒弟 就沒有師父 搶了他的生意 或者呢 使到 他那個 他那些子孫呢 就是 手工藝的 師父的子孫呢 摸摸 於是乎呢 大家留一手 那大家看這個 喜劇半斤八糧呢 看到呢 嘲笑那些這樣的 弄 燒鴨的師父 就那個配料呢 都要靜悄悄 那不傳給那個徒弟 要自己做快 有些甚至乎呢 連他的子侄子弟 都未必傳授 又唯恐呢 他搶生意 那這些呢 是中國的一個 經常失傳 的原因之一 那大家呢 見到呢 老師傅是 完全不肯 全部 徵要 交流給那些 學生 或者同弟 就算徒弟呢 叩頭拜師 也 留一手 這個就是這樣的意思了 那但是 在 現在呢 一世代 一切呢 都是科學化 還有呢 教育呢 就有了秩序 也不到你呢 不將精耀的地方呢 或者值得研究的地方呢 去交代給 你的下一代 所以呢 現在呢 現在這個漏集呢 似乎呢 就慢慢改變過來了 好了 那 深的呢 黑笑機構 說過呢 又說一個 淺一點的 我隨口說而已 隨口就是這本書呢 看到一個題目呢 就隨口說給大家聽 這本書呢 這本書呢 提法烤器呢 是 是 今屆呢 在這個 書展呢 也會呢 八折出售的 大家呢 如果現在的書局買 比較困難一點點 因為呢 已經絕版了很久了 想買 這個 次文化糖版呢 可能會還有跌 如果當年的 舊版呢 似乎都難找了 現在我講這個 第五個題目 這個題目呢 我們叫做 馬屁 拍馬屁之馬屁 為什麼 馬放的屁 就代表了 去奉承呢 這個真是奇怪 原來第一 我們要不明白呢 所有當年 中外呢 都是 他的交通工具呢 最厲害呢 都是騎馬 宋朝呢 你看一下那個 清明少學徒呢 他們進城或者 負荷的寵物的時候呢 他們呢 都是 用了一些 爐仔 因為呢 北方呢 被人佔據了之後呢 他很難 飼養到好的馬匹 所以呢 在戰爭上呢 宋朝呢 是 吃虧的 民家給西夏 阿寀呀 甘這些 呢 打到就失去 趕訝 不夠馬 所以馬呢 很重要的一個呢 呢 戰爭工具 也是一個交通工具 所以经常马这个字在日常生活里面都会应用出来 马屁又是一种经常应用的 但这个并不是马放的一个屁 这个屁是一只马的屁股 马呢 通常都现在赛的马有1000磅以上 当年这个蒙古马 中国北方的蒙古马比较小一些 都接近的了 但你看这个马矮小了 但是它的内力呢 是比现在我们跑马 自养的马呢 是高很多皮的 现在自养马呢可能是阿拉伯种 高头大马 在英国 澳洲 外尔兰 法国等地方呢 但是稍微休息呢 也可以呢 继续去跑 内力相当之惊人 那这些蒙古人呢 骑了马上得天下他为什么能够在 他的大草原那里 一路经过这个亚洲西伯利亚 而达到他打到欧洲 欧洲呢 称之为黄祸呢 杀到他接近呢 这个 黄城 灭了很多国 而他们呢 宗教呢 的军队都顶不顺 那打过一次 很金的啊 就这个慢慢地再说 跟宗教的军队打过仗了 但都战争 好啊 那说回这个蒙古马呢 蒙古人上马呢 一上马之后呢 那马呢 要给他一些讯录 要给他一些暗示 他都会走的 会走的 那有些人呢 就为了奉承 上马那个 可能是一个高官 可能是一个大人物 那呢 于是乎呢 帮他手 拍拍 那只马的屁股 那只马的屁股呢 受到拍拍之后呢 当然他不痛啦 拍马怎么会痛呢 那么细力 当你拗痕而已 那但是呢 给了一个讯录他之后呢 他就会走的了 那这个拍马屁呢 拍马的屁股呢 帮他手 吹动那只马呢 就后来呢 就不用了拍马屁股 简短了 叫拍马屁 来形容那种奉承 的姿势 可能是赞的马都没顶 或者马啊 好耶 好小孩 都拍他的肩头 拍他的头头顶 那么他就说 啊 厉害厉害厉害的马呢 跑一拍他呢 那么他就 启动或者呢 过瘾了 那么这种这样的动作呢 那么后来呢 就通俗化了 变成呢 说人奉承别人呢 就为之拍马屁了 有少许呢 这个冲心的交道呢 有点不同 那我说一说呢 刚才不是说一回合呢 回合呢 我们先要明白呢 那个 当时打仗啊 用马车打仗的时候呢 的分配 崗位 当时的马车呢 是通常三个人 负责的 中间那个呢 就是做驾马车那个 所谓驾马车呢 就是控制前面那些马 可能是两只 那么他 他几时快 几时慢 几时停呢 是那些马呢 听了他那个 江城的话的了 那么这个呢 中文呢 有个特别的字眼 叫愚 愚呢 有很多说是 皇帝 就为之愚啦 愚驾亲戚的愚啦 石呢 就跟这个愚呢 是骑马 或者驾 马车 的技术 就叫愚 在当年呢 六艺之中呢 射愚输素呢 那愚呢 是其中一种呢 很重要的 学识 人的 要学识这一样东西 懂得驾车 就是现在所谓的愚呢 就是现在就要 懂驾车啦 如果不懂驾车呢 很多地方呢 都 啊 等于呆一样 那么 他的 左右呢 就斩了两个战士 真的打仗 一边呢 就是玩弓 一边呢 就玩一条长击 或者长枪 但是 怎样 怎样 运用呢 在遇到的时候呢 车路走的时候呢 这个射箭的人呢 就一路呢 瞄准对方 就碰一声 射箭出去 可能呢 中敌敌敌方的 战士 就是 人车 车毁人亡都不一顶 另一边呢 就是拿着一些 長的 攻击性武器 長矛長擊就負責 埋身的時候 就用來跟對方開始戰鬥 他不能夠飛矛的 他只能夠在近距離打過 當馬車一埋牙的時候 一埋牙第一次接觸 就叫做一回 回完之後 打完那一下 就過了 馬車再回頭 再衝過對方 互相衝過對方 一回合就遺也了 現在就引伸了 打一個較兩個一個回合 一次就叫做一回合 就是這樣來的 當然現在已經沒有了馬車的戰鬥了 但仍然採用原來 馬車互相對頭攻擊 這一種這樣的方法 就為之一回合 現在打擂台那些 或者是在西人打這個西洋拳的時候 就以一個時間來做一個標準 可能是幾分鐘 三分鐘 就為之一個回合 你不要看小 站上這個擂台 一分鐘都嫌多 不是那麼容易頂的 不是那麼容易打得到的 那麼最近呢 我又弄了一些 就比較淺顯一些的 或者有趣一些的問題 或者作為提防考器的 這個寫下去第三集裡面 那麼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有些興趣 可以去買一下 或者參考一下 那麼我呢 這裡有新的 有很多是揭後語 揭後語有心有錢有經常講的 也有不常見的 譬如常見大家都聽過了 床下底破柴 後面的揭露語呢 就是床下底怎麼破到柴呢 那就是撞板 廣東話呢 廣東話呢 撞板意思呢 就是遇到一些不如意 或者做錯一些東西 那叫做撞板 那撞板呢 那撞板呢 就比喻在床下底這麼低 那撞板的地方呢 它呢 在那裏破柴 因為以前呢 就沒有石油氣了 又沒有煤氣了 沒有這麼多呢 那些生火的工具 做煮食 它們都是燒柴的 或者取暖呢 用燒柴或者燒煤的 那這些呢 燒煤有很大的危險 因為呢 如果燒得不好呢 那個物質裡面的那些煤呢 就會釋放一些叫做一氧化碳 無色無味的 那一氧化碳呢 吸入了之後 在人體內的同一個血呢 就會成為了一種化學的作用 凝固了這個紅血球 引致到呢 你的血不能夠流動 帶不到氧 於是乎呢 因此呢 就拜拜了 所以呢 很多時候現在呢 這個 用煤炭呢 煮食呢 是相當危險 而且呢 取暖呢 都是一個 冒險的做法 那麼 破柴呢 柴的好些 柴的 但是它的生火能力呢 它的溫度呢 和生出來的熱量呢 可能是比較小些 那麼當年呢 就不能夠 就這樣成一塊柴燒啊 因為你要把柴呢 把木呢 破開它 那麼一塊塊柴呢 就容易些燒著 不是耐燒一些 不是那麼容易燒 那麼所以呢 就要破柴了 我們都 廣東人呢 叫做斬柴 那麼你看到呢 很多 舊時候的影片呢 描述舊時候的影片呢 都有破柴這種 把一塊柴的木呢 放在 枕上高 然後呢 用斧頭把它破開 幾份 那麼 上山 去 把那些樹木 割下來 回來賣呢 這種人呢 我們以前叫做潮夫 那麼當年呢 這種職業呢 你看一下 很平常 很日常 那麼 那麼 在 中國裏面呢 的人呢 這種呢 未必算是一種呢 很高尚的事 事業 但是呢 它是 很多忍事呢 到了他 在山林裏面忍日的時候呢 通常呢 都會 做這幾種工作 如潮 耕獨 魚呢 就是 打魚的 釣魚的 潮正說了呢 上山斬柴的 那麼 也有呢 就 坐田的 種植的 還有一種呢 就是 讀書人 士子 就躲在深山那裡呢 就 自己讀書 不問世事 又不謀求呢 做大官 因為以前呢 讀書人呢 最大的 目標呢 就是考到科舉 然後考到科舉 交予你 給予你的資格 然後呢 朝廷會 任用你 成為呢 中央或者地方官 如果你不貪污呢 發者呢 一輩子呢 都不優 貪污呢 當然可能發達 但是呢 也可能被捉 被捉了之後呢 大者 抄家 不止抄家 連累全家都要受刑 可能要 諸九族 可能你要劉沛 就算呢 輕者呢 都可能呢 要 捱坐牢的了 好了 那 那 講回正題 那 那 我準備講多一個至兩個呢 就今天手工 那 下週呢 可能呢 又講回一些疑事我聞的 奇怪的事了 那 那第三集裡面呢 也提到 叫做 何謂 黃花 歸女 為什麼要黃花呢 為什麼紅花不行呢 綠花不行呢 綠花不行呢 綠葉 為什麼要黃花呢 那原來呢 宋武帝時候呢 南北朝啊 劉宋的時候的宋武帝 那有個女呢 就叫做 壽若公主 這位小姐呢 就已經本身很漂亮了 有一天 她呢 就在宮的時候呢 玩 玩累了 就躺 就躺 就躺了在 那個宮殿的閃下 就是那個宮殿那個 那個 閃的之下 遮遮太陽的地方 正好呢 當日呢 就梅花盛放 那一陣風吹來之後呢 就將 這個梅花的花瓣 就吹落了下去 壽陽公主 那個 很纖細的念上谷 那尤其呢 那尤其呢 貼了一些在這個 額頭上谷 那那些 宮殿呢 見到呢 覺得 真是 靚上加靚 真是呢 天鮮一樣的 那麼靚 那 從此愛美的壽陽公主呢 就時時呢 用回這個方法 就是 用回一些 梅花的花瓣 貼在額頭 那 之後呢 那些人呢 因為公主都是這樣 裝扮呢 就叫這種裝扮呢 叫梅花瓣 這個裝 這個裝 就是裝扮的裝 好像牆字給那個女兒 那個裝 那很多因為呢 公主是這樣打扮 個個讚美 民間的富人呢 富貴人家的女兒呢 也會因此呢 聽聞了 那 也是用這樣 用裝扮 就化回那個梅花 妝先 雖然是否這麼容易呢 出街 被男人見到 但是呢 起碼對鏡呢 看到自己漂亮的樣子 有沒有 東絲效頻呢 這樣就不知道 那 但是呢 那 愛美呢 就是女性的 天性 那 但是 有一個問題呢 就發生了 雖然這個化妝 是相當之 容易吸紋 但是呢 梅花不是 個個季節 都能夠開花 那花是反的 你貼這麼多上去也很浪費了 那於是 那於是 有些人呢 想出個法子 就設法搜集一些 黃色的花粉 造成的粉料 用這些黃色的粉料 用來做化妝 那這個 化妝的粉料呢 就是 就是 後來 我們 日常聽到的 花 黃 或者 額花 這一種這樣的 東西了 這個 花 黃呢 是一朵花花 黃色的黃 雲笨貼 花黃 就是這個 花黃了 那現在你看到呢 做大戲的那些 花彈都是貼額花的 那這個也是呢 南宋那個時候呢 這個這樣的一個 時代的潮流 傳下來 因為這樣呢 貼了黃花的呢 未嫁的女孩 在代字歸宗呢 所以呢 亦通稱 所有 未嫁的 代字歸宗 的 女性呢 為之 黃 花 歸 女 就是這樣意思了 那這個 代字歸宗的字字呢 大家不要寫錯 這個是 寫字的字 為什麼用寫字的字呢 有估計的 大家買那本書呢 研究一下 好了 那今天呢 差不多 做了50分鐘了 那 講的就是部分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可以自己找書 找書 但是呢 這個提防敲起呢 真的需要提防的 那今天呢 到此為止 那 就這樣跟各位 再見 下星期呢 我們 再講了 那 很多朋友呢 仗義呢 捐了一些 贊助了一些 一些現金 那 無論是 美金啊 加幣啊 或者是 港幣啊 這樣呢 入我們戶口 我都在這裡 衷心呢 感謝各位 感謝各位 也跟我們的拍檔 呂王 和蕭公志呢 他們的節目呢 多謝各位 那 我們經常的主持人之一 那 現在呢 也是在這裡 籌備一些 跟商業有關係的工作 稍後呢 我們安排了之後呢 會跟大家 書面 和在畫面上公佈的 再次 多謝各位 拜拜 好